今天出生第一件最想做的事是什麼事 趕快回家 我覺得這是第一件事情想做 因為快三個月了 三個月沒有看到小朋友還有家人 所以還是第一件事情趕快回家 整理一下家裡 讓住的地方比較舒服 大致上今天應該是這樣子的狀態 其他事就沒有再多想 因為 往後還有很多時間可以想 所以今天唯一的事情就是 跟家人聚一聚 然後跟小朋友玩一下 在房地旅館裡面 就是有沒有計劃下一步應該要怎麼走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想法 想法 其實就都有在進行討論 跟也做一些視訊 或者是電話的討論跟會議 那當然我們還是朝著我們自己接下來的 就是在台灣 就是開設那個網球訓練營的一個部分 再努力再前進 那還有很多細節部分都還是要去 去釐清跟討論 還有詳談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還是希望說 在下一步在這個計畫上 能夠實現能夠執行 因為還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希望說 能夠接下來能夠替台灣 或回歸台灣 然後孕育出更多的年輕選手 更好的選手出來 所以這就是可能接下來 可能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然後比較多精神 在這上面去執行 對 那您覺得網協現在的制度怎麼樣 因為好像有人批評說 網協好像都沒有信守承諾之類的 其實我覺得我現階段 我就是說不太了解 因為我在受傷這兩三年間 其實並沒有跟協會有太 因為就是說因為畢竟我還在養傷嘛 所以這兩三年間 我並沒有跟他有太多的一個 一個直接的接觸啦 所以我現在不太知道協會的一個 運作是怎麼樣一個狀況 那當然就 就這些奧運的部分 其實 名單上跟什麼就是 就是都照著他們的一個規定 ITF 就國際網總的規定 還有協會的規定去 去執行這樣子 那所以 對啊 就是說你剛剛談到制度這一塊 我覺得 當然每個協會 或者是每個組織都會有 他就是說 進步的空間 那也可以去討論的空間 但是我不太知道說 他們現在 在這兩三年間的一個 一個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 我覺得 假設真的有一些問題的話 當然 我們可以值得去討論 那當然 也是一樣 也希望說 他們有做好的地方 跟做不好的地方 我們都 都 不斷的去持續跟改進 那我覺得這次對 網球是這樣運動 或對所有的選手 就是 就是 好的 好的一個方向跟 執行面這樣 那您覺得 網協目前應該要怎麼樣做 可以保障以後 就是 選手參加比賽 或者是他們有的出路 對廣告 對台灣來講 才會有一個大的進步 沒有 我覺得這東西 沒有辦法 現在我對著鏡頭 一句話 兩句話去 去說他該怎麼做 我覺得這東西應該是 假如今天要講的話 可能也講不完 所以我覺得 我相信 我也寧願相信 他們有這個決心 跟 跟這個想法去 去實現 或者去 去努力啦 那當然 但是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這樣想 我因為協會 這是一個組織 這並不是 一個人 我今天 我盧彥勳 或者是某某某說的 就算 他需要去執行 那在執行的 這個東西 就是有 有很多人 參雜在這裡面的時候 那當然就 很多事情 就 不是這麼的簡單 你得要去整合 跟 重整這個部分 所以 我寧可相信 他們有這個 這個決心 但是 要怎麼樣去執行 我覺得這 就是要他們去 去 動動腦筋也好 或者是說 集市廣益 看怎麼樣去 不管是在前線的部分 還是說 往後選手 退役的部分 但我會覺得是說 確實他們需要 就是說 真的要去 努力去 去想想這一塊 但我 因為接下來 我們還是要面臨的就是說 我們怎樣 去製造出更多的選手 那協會 有這個部分的責任 那當然 當然我覺得他們也有很多 就是 推廣網球 運動這項 這項的 運動的責任 那我覺得他們 該做的事情非常的多 那 他們也很努力的 在這個 這個地方去執行 那我只是說 我覺得 還有很多部分 可以去 討論跟 讓這 讓所有事情 更好 對啊 想問一下 因為東奧這一次 算是你的 職業生涯 二十年的最後一戰嗎 那會不會自己 有很多的感觸 會不會改變 就是說 您可能會提出最後一次 那會不會再參加下一次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 下一次是不會 因為 真的 因為 其實自己 自己做這項決定 也 也想了很久 那既然我覺得 做這個決定 就是 你已經參考過 或想了很多 你知道自己可能 就是的狀況還是怎麼樣 所以 我覺得 不會有 不會有 不會有變數 不會有下一次 那你說 在打打比賽 也並沒有這樣子的 一個 一個 考慮 所以我現在還是 接下來 休息一段時間 然後我應該就是 全新的去 投入在我下一個階段的 一個計畫 因為我覺得 假如我自己不行的話 我也希望說 欸 有其他台灣的選手 甚至 在下一屆真的不行的話 那當然 我也希望說 在28年的 洛杉磯奧運會 我們會有更多的選手出來 我覺得這是要長期的一個計畫 而不是說 我今天我丟出一個 一個想法 喔 明後年就會實現 我覺得這東西 需要大家 需要每一個單位去 去努力 然後 然後去執行 我知道這次的奧運的成績 非常的好 那我們也希望說 能夠持續這個 這樣子的計畫 或這樣子的一個 執行力 跟我們運動員的努力 然後一直延續到 接下來的亞運也好 或者是 24年 28年 那我們當然在這中間 可以去做更多的調整 那我們也希望說 24年 28年的奧運會 會能夠去挑戰這個夾擊 那我們可以先說 2428年的話 你會是以 我們可以預言說 2428年 你是會以教練的身份 參加奧運 呃 這個我沒有辦法決定 因為還是要 我覺得 我不會想到這些 另外 我也說 今天選手在奧運會成不成功 我不一定要當教練 但是我假如能夠當 幕後的推手 或者是 協助 協助人員 我覺得任何角色 任何角色 我都 假如需要我的 我的經驗 需要我的幫忙 我都願意承擔 那當然只是說 我不一定需要 就是說 一定要做為奧運會的教練 還是怎樣 我覺得這東西 都 我覺得 只要選手覺得 是對他是最好的 那任何的安排 任何的什麼都OK 但是我覺得 我並沒有想這麼多 因為我覺得 我還是一樣 就是去培育 去協助更多的年輕的選手 對啊 那這一次 東奧算是您的謝幕戰嗎 應該是 應該都講了 也 而且就是說 也說明的蠻清楚 所以應該 就是說 應該是百分之百 應該可能也沒有 沒有 沒有懸念了 應該要 應該要這樣子講 對啊 那下一個階段的第一場比賽 有沒有四位 要參加哪個 下一個階段 我不參加比賽 我已經 就是 officially 就是正式推移 這樣子 我不會再參加任何比賽 只是說比較遺憾的是 沒有辦法在 國內 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 跟球迷 或者是說 跟喜歡我的 的 網球愛好者 去做 最後一次的 比賽的 比賽的出賽 那我覺得 這是比較可惜的 因為 畢竟自己也傷了兩三年 然後 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國內 現在也沒有什麼 國際的賽事 所以 對啊 在這個地方可能稍微 比較遺憾一些 那 只是說 還是 就是 還是 officially 就是 推移這樣 有沒有想好要去辦 小心小心 東西落水 落水 鮮花 因為要鮮花 有沒有想好 大概 會什麼時候 來辦一個西北會 就是跟球迷告別 假如 多數球迷 願意的話 我也會 就是 我也願意跟 跟所有的 就是支持我的 人 不管是球迷也好 長輩啊 這些 就是 來 來見面 來 互相 加油打氣 為了下一個階段 我覺得都願意啦 就是說 當然看大家的意願也好 然後 當然也 我覺得 也不一定需要這個 這個部分 當然 只是 我還是 很感謝跟感念 就是說 這20年來 台灣也好 台灣跟 台灣的民眾 都對我不離不棄 因為 也對我的支持 有始有終 我真的 誠心的感謝 也不是用這兩個 感謝的字 就可以去形容 這20年來 他對我的支持 那只是說 還是只能感謝 再感謝 那我覺得 也帶來這份感謝 我也希望說 能夠進入到 更 更投入到 下一個階段的一個計畫 我們聊輕鬆一點 今天情人節 準備打算怎麼做 準備打算怎麼做 就讓太太休息啊 對啊 然後 今天換我照顧三個小孩 這樣子 我覺得 應該也是他期望的吧 因為 快三個月的時間 因為 台灣也是疫情的關係 所以 學校也沒有開 幼稚園也沒有開 所以 變成我太太一個人 要一打三的情況下 我覺得他真的 非常辛苦 所以 我覺得 就是 今天應該 就是讓他 好好休息一下 這樣 會不會送他什麼特別的禮物 有一個新聞啊 或者什麼 我覺得 這 這 這東西不是禮物 這東西就是很 很正常的 一個 對他的 一個表達 那當然 我意思說 今天的最重要禮物就是 我不用隔離 然後 在 今天 也不是刻意選擇 只是剛好 在這個 這個時間點上面 然後 可以 就是和他們 就是見面 然後 對啊 就是 就是回到 回到正常生活上 這樣 最想吃什麼 最想吃什麼 其實 我覺得 在這十四天 來講 我覺得 大家都 太熱情了 就是一直把食物送進來 然後 不管是 就是 不管總統 副總統 還有 院長也好 反正各個單位的 其實他們都很 對我們非常支持 所以 一直把食物送進來 然後 我們的朋友也是 就是把小吃都送進來 的情況下 我覺得 現階段可能 就是 還是要控制一下飲食 就是 因為 想吃的 你只要一放上 一講 他們就 一大堆人就買來 或者是說 其實真的 沒有運動的時候 死量就沒有那麼大 沒有喜歡吃老婆煮的 什麼菜嗎 其實 我覺得 我不會再讓他煮了 因為 這段時間 還是讓他好好休息一下 然後 就是 讓他 稍微 恢復一下體力 然後 我就好好的 跟小孩之後 跟我媽媽 就是 就是 相處 一段時間 然後 讓他休息一下 對 謝謝 謝謝